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谷 我们在9月20号到9月24号,准备组织到家到古都洛阳进行游学 若问古今兴沸市,请君只看洛阳城 中国四大古都,长安洛阳,北京南京 洛阳是我们以前就去过一次,而且是稍带手去的,看的不是很仔细 这次我们就在洛阳一地,深度游 带大家把洛阳的古迹几乎可以讲就是一网打尽 比如包括著名的洛阳士博,包括洛阳的古墓博物馆,天子驾六博物馆 包括著名的白马寺,关林,龙门石窟 另外我们还要去到洛阳边上,巩义石窟和巩义宋代的皇陵 可以讲,如果对中国的唐宋时期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洛阳绝对让您不需此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期待在洛阳跟大家相聚 好,那咱们言归正传 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有一类叫做隐世的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陶元明 对于中国文人来讲,最终理想自然是入朝为官 甚至为万世开太平 而如果这样的梦想无法达到 龟隐山林不问世事,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千百年来随着一些文人故事,口耳相传,一真一换 做官和归隐慢慢成了文人精神的一体两面 那么这些隐世最早是怎么样 后来的文人是否真的归隐 今儿呢咱就聊聊这个 隐世的传说呀,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传说中帝瑶看着自己的儿子丹珠实在不成器 想把天下让给隐世许游,许游坚词不受 甚至还觉得听了姚的话脏了耳的 就跑到饮水边上洗耳的 这还不算完,饮水下游,放牛的巢腹 听说这件事就把牛牵到别的地方 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在殷商末年也有记载 五王伐咒,孤祖国王子博弈淑琪 认为方国不可以讨伐宗主国君主,极力劝说 而当殷商灭亡之后,这二位跑到守阳山隐居 不识周速,最终活活饿死 传说真实性当然可以讨论 但是呢,这当中却显示出隐居是远离政治 或者远离当权者的目的 春秋时期呢,历史记载相对从前可信很多 也有一些隐世的记载 比如坚决不肯接受晋文公赏赐的戒子推 或者功成名就之后,看透了岳王勾建 不可同安乐的本质,选择退隐江湖的范黎 到这个时候啊,隐居的目的是真的躲着什么 孔子所谓道不行,乘服服于海 就是一句相当真情的流露 跑大海上当然不可能 但隐居起来也是可以做道地 当然这样的隐居啊也不简单 既然是隐,首先得有地方去躲 而且都要隐了 说明此人之前名气很大,衣食无庸 东晋末年陶元明可以说是古旺今来最著名的一位隐士 他在各种诗歌散文里说自己家贫,耕植不足以自己 但实际情况是自己有大片的田产 而且呢还有仆人小童伺候他生活起居 即使后来他隐居的房屋失火,损失惨重 还能跟江东刺史往来频密 更何况陶家本来在当时就是颇有影响力的大家族 所以陶元明才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说起来啊,这陶元明隐居的动机有不同的解读 有人认为他出世做官之后看不惯官场黑暗,所以要隐居 有人认为他是伤感于东晋为流域篡位而终身不适 不管怎样的解释,陶元明的隐居绝对发自于真心 毕竟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世家子弟不出世也是一种体面的选择 隋唐之后世家大族的势力当然还存在 但科技制度的产生给毫无背景的平民子弟入世的机会 当时的科举制不像后来那么严苛死板,非八股而不考 而且考中了也未必马上有官做 一个人如果特别想进步,顶重要的事就是被上头看见 这个时候隐居自然就是一种选择 当时有一位叫卢藏用的人,中了近视很久没做官 这位想进步的心按耐不住,就想办法让人散播言论 说卢藏用才高八斗,学富武车,实在是国家栋梁 与同时跑到距离长安很近的中南山隐居起来 后来皇帝听到我大唐居然有这么一个人在隐居,赶紧下旨请他出来做官 看到卢藏用隐居找到了快速做官的秘密 一批闻人默克争相跑到中南山当上了隐士 识人司马成真就说隐居中南山实在是做官之洁净而 成语中南洁净也就发端于此 这个时候隐居的动机就不单纯了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想走这个中南洁净 唐末五代动乱,世家大族被屠戮殆尽,文人在黄泉下的势力大大膨胀 如此时代背景之下,过去那些著名的隐士故事被一再改写,赋予新的意义 根据这些被改写的故事,江子牙八十还在喂水钓鱼院者上舟 果然引得周文王请他出山 汉末诸葛亮高卧龙中等着刘备三顾毛炉才把他请出来 这江子牙诸葛亮后来都成了国师 自然也是千百万文人心中最理想的榜样 但从文人默克到宰相国师,这一路凶险无比,诗异者是绝大多数 对于这些诗异者而言,隐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退路 所谓朝中小人当道,正人君子,不得不选择隐居 这同传统文化的底层逻辑是自洽的 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 战国时期屈原沉水之前跟于复有过一段对话 所谓苍浪之水清晰可以着五婴,苍浪之水浊晰可以着五足 渔妇的形象俨然就是一个超然于世的隐者智者 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隐士都会选择钓鱼这样一个形象 公元十三世纪南宋灭亡,蒙元建立 蒙古人并不玩科举取士那一套,对汉人的文人非常冷落 等于断了他们的进步阶梯 所以在蒙元时期出现了大批文人隐居的景象 其中有不少人把自己的境遇理想画成了画 由此成就了元朝文人山水画的小高峰 当然了,这些山水画中隐居在大江大河边上 一身缩衣的钓鱼佬,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画家自己心性的反应 而历朝历代一般的做法也是对隐士听之认之 这算是黄泉和读书人心照不宣的默契 随后不久,朱元璋建立明朝 这位爷对于黄泉做了空前的加固 任何胆敢不听他拆遣都只有死路一条 过去文人用隐居可以作为无声的抗议 现在不可以了 朱元璋下命令,隐居不愿做官者 一经查实,一律处死抄家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人隐居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朱元璋甚至连死人都不放过 东汉初年有一位叫阎光的隐士 他是汉光武帝的同学,坚持不肯做官 朱元璋写了一篇阎光论 文章当中直接说 镇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于阎光之土 不正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于 皇上不让你隐居,你就敢去隐居,这不是找死吗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啊 他这些高压命令还能被执行下去 等他一死,关于隐居的禁令也就慢慢放松 到了明朝中晚期 朝中大臣党争清亚非常严重 隐居呢,就成了失败一方不失体面的结局 尤其是晚明时期,江浙户这个淘宝包邮区啊,经济发达 文人或者退休官员隐居的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 所以当时的文人山水画有不少呢,画的就是他们隐居的理想状态 明朝灭亡之后,满清无关 并且呢,对汉地的文人和百姓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这时候有不少文人选择隐居 可以是为了避祸,也摆明了不想跟满清合作的态度 当时有不少文人画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是一种彻骨的绝望和冷眼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随着康熙之后,满清对文人的怀柔态度 恶意隐居的文人大大的减少 隐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回归平淡 只不过有清一代想利用隐居污名钓鱼的人越来越少 想利用隐居避风头的人是越来越多 清朝末年摄政王载风发难排挤袁日凯 袁世凯索性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在现如今的河南安阳住下 对外宣称休养足迹 还让人拍下他身穿缩衣垂吊的景象 经过几千年的沉淀 缩衣垂吊有非常明确的指代意义 这照片一见报,大家都明白了 袁世凯这是不问政治 在当时只有他摆出这么一副姿态 宰风才不会进一步往死里整他 但是袁世凯自己讲 这个吊翁眼底是小王猴啊 别看我是一个缩衣垂吊的形象 但是你们这帮满洲清贵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所以说啊 这个隐居生活从古到今 其动机都是非常复杂的 有逃避政治的 有明哲保身的 还有走中南捷径的 不过这些动机背后不难发现 这都是文人在毫无约束的皇权面前 无奈自保的手段 不同动机内在还是统一的 所以呢 隐居当钓鱼佬跟当宰相 本质上是一体两变 文人的梦想尚跟皇权高度绑定 这样的梦想产生也不奇怪 虽然古人选择隐居 或者当隐屍的目的各不相同 但归根到底还是有选择的权利 碰上朱元璋这样的暴君 连隐屍都没有说不的权利 活在这种时候 才真是每个人的悲哀 好了 关于隐屍的话题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